回來了 回來了 媽 哥哥 囊囊 我拿去後面放喔 等等... 你把它放桌上... 放桌上喔 放桌上就好了 好多東西耶 這麼大一箱 那些是什麼啊 我跟你說 都是好東西啊 你看 鍋子啊 鍋鏟 還有衣服啊 鞋子什麼的 很多啊 那這麼多東西都是拿來的啊 就隔壁啊 王太太啊 我看她把這一箱放在門口 我就看了一下 都還好好的 我就問她說 王太啊 這東西能不能給我啊 王太太就說 可以啊 反正我都不要了 你要就拿去吧 我就把它拿回來了 等一下 奶奶 你說這個是人家都不要的東西 叫你... 不對 都不要的東西 應該要拿去垃圾車丟吧 奶奶 我拿去丟喔 哎呀 你等一下 等一下 來... 你看 媳婦啊 你上一次不是說要換鍋子嗎 這裡剛好就有一個啊 對啦 是需要一個新鍋子 可是這看起來很舊耶 裡面都刮壞了 哎呀 那是表面 你把它洗一洗 刷一刷 就跟新的一樣啦 還有... 這件... 我那個時候看到 我就心裡想著 這不就很適合我們家媳婦了嗎 你看 哎唷 真的很適合啊 我覺得我... 我的衣櫃已經很滿了 媽 我不需要新衣服啦 謝謝媽 這... 不然這件不要 我們換這一件... 你看 欸 素T 百搭 我...我真的不需要了 媽 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適合妳 妳要不要試試看 我回來了 弟弟回來啦 弟弟回來了 好 書包放著 去洗洗手吧 好 媽媽 我有事情要跟妳說 什麼事 今天在學校有說 下個月要比賽 運動會的大隊接力 我跑最後一棒喔 好厲害吧 好厲害耶 我們弟弟跑得這麼快 當壓軸最後一棒喔 對啊 但媽媽啊 我的鞋子 底部都磨平了 可以買一雙新的給我嗎 真的耶 鞋底都快磨平了 這樣萬一你在比賽的時候 不小心滑倒怎麼辦 對啊 那可不行 為了讓弟弟在比賽中 拿到好成績 我們去買一雙新的運動鞋吧 可以嗎 謝謝媽媽 真愛媽媽了 弟弟加油 等一下 弟弟剛剛說那運動鞋 我剛剛想到了 鞋櫃裡面就有一雙啊 不用買 穿在上就好了呀 鞋櫃 等一下 不行啊 那一雙鞋子是以前我穿的 那個是因為是紀念款 所以我捨不得丟掉 上面都滿滿的灰塵 對啊 奶奶 那是哥哥很久很久以前的鞋子耶 我要買新的啦 那灰塵啊 拍一拍洗一洗就可以啦 而且啊 舊的鞋子啊 比新的鞋子還好穿耶 我不要 奶奶 我腳下這雙鞋 已經是哥哥的了耶 為什麼我都不能有自己的 蛤 妳那雙是我穿過的喔 對啊 我還以為妳跟我買一樣 對啊 我們家弟弟很聰明耶 穿那個舊的鞋子 是不是很好穿對不對 不是那個問題 我要買什麼 媽媽до 媽媽媽媽 怎麼了什麼事 我跟你說喔 我們下禮拜呢 我們 quando上 won 我想要買那個 我們上次去逛街 看到的那一件粉紅色的洋裝 那一件 早知道派得上用場 當時候 就應該馬上買下來的對不對 那一件穿在你的身上 一定會讓你變成 全場注目的焦點 為了讓妹妹當小公主 我們就去把那件買下來吧 謝謝媽媽 不用買不用買 我那邊還有好幾件 漂亮的洋裝呢 你們等等我去拿 可是 可是奶奶真的好奇怪 為什麼都要留一些 不需要的東西 應該不需要就丟掉了 哥哥 奶奶會這樣做 應該是因為奶奶 已經節儉習慣了 看到沒有壞的東西 就會捨不得丟啦 是這樣喔 那反正 等一下我就偷偷的拿去丟 這個也一起 這個我們都是 真的用不到的 來 就這些 你們看 好多件漂亮的洋裝 這些好像是 以前姐姐穿不下留下來的 對 你不知道 孩子在長特別快 有些衣服穿一兩次 就不能再穿了 丟掉多可惜啊 我就把它給留下來了 你看 現在剛好就用上了 妹妹 你自己挑 喜歡的都拿走 可是奶奶 剛剛媽媽有答應妹妹喔 說等一下會去買那件新裙子 不用買啦 浪費錢 你看啊 剛剛妹妹說想要粉紅色的 這邊就有一件啊 上面還有蝴蝶結 你看 多可愛啊 不要 人家不喜歡 而且這些都是姐姐不要的 為什麼奶奶 妳一直要我穿姐姐的舊衣服啊 我也想要有自己心的啊 而且媽媽也答應我了 我不喜歡奶奶了 好 欸 妹妹不可以這樣說話啊 妹妹剛剛說 說她不喜歡奶奶啦 沒有啦 媽 她不是這個意思 奶奶 妹妹只是生氣啦 但是她生氣也是因為奶奶 妳一直要她穿姐姐的舊裙子啊 妳一直要她穿舊的 她當然會 不開心 不開心 我也不開心 我的衣服 帽子 襪子 鞋子 都是哥哥的 我都要穿哥哥剩下來的 我都不能有自己的 奶奶最討厭 我最討厭奶奶 不喜歡奶奶了啦 弟弟 弟弟啊 怎麼辦 弟弟 沒有啦 媽 妳們別想那麼多 沒事沒事 其實弟弟他不是真的生氣啦 他就是覺得有一點傷心 有一點難過吧 因為弟弟身上穿的 都是哥哥以前留下來的舊衣服 甚至連鞋子也是舊的 但是弟弟妹妹現在長大啦 會有自己喜歡想要的東西 他們每次都看哥哥姐姐穿新衣服 他們自己都要穿舊衣服 心裡難免會有一些不舒服 不高興嗎 他們才掌聲 他們都要穿衣服 他都有抗議 用那種衣服 都不會再撐 人也不穿舊衣服 都不穿舊衣服 它就會繼續 我們正要穿擴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了 谢谢媳妇 不然这样好了 等一下我就带弟弟跟妹妹去买他们的鞋子跟裙子 当作 弥补他们 奶奶出钱 妈 你怎么这么好 谢谢妈 奶奶 你是最棒的奶奶 弟弟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弟弟妹妹赶快下来 好消息 弟弟快点 怎么了啦 怎么了 哎呦你们两个不要再嘴嘟嘟这么难过了 好消息要开心 来 去奶奶旁边坐好 过来过来 我不要坐奶奶旁边 坐下你们两个小朋友哦 别再生气了 奶奶也不是故意不给你们买新东西嘛 奶奶只是因为很节俭 珍惜衣物 也不是说都要你们穿旧的 不给你们买新的 现在奶奶知道了 如果你们穿上新衣服新鞋子 也会很开心的对吗 嗯 对 奶奶决定 奶奶决定呢 带你们去买裙子还有鞋子 最喜欢奶奶了 最爱奶奶了 一次 可是怎么刚刚有人不是这样起啊 那是刚刚 现在是现在 你们两个啊 应该要跟奶奶说声对不起 你们刚刚生气的时候 说了很伤人的话耶 听在奶奶耳里 奶奶很伤心的 奶奶 对不起啦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奶奶了 奶奶 我最爱你了 我也是 奶奶 我也是啊 好 你们都爱奶奶就好 那赶快去穿外套穿鞋子 我们准备出门啦 好 天啊 谢谢奶奶 我又可以新鞋子穿了 第二双 哥哥 你的鞋子还很新 应该不需要一双了吧 对啊 换我们了吧 对啦 有些事情要轮流嘛 对不对 我是指 旧的东西不需要就要赶快丢掉 我赶快拿去丢掉 谢谢哥哥哦 想要看到 萌萌青子台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吗 记得按下订阅 所有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留言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随地 收看到我们萌萌青子台 精彩的影音哦 订阅 小铃铛 留言按个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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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小铅 订阅小铅